大家好 我是Steven 我来自中国大陆 现在在越南河内 大家好 我是小阮群 我来自河内 大家好 我是悠青 我来自海防 大家好 我是范英 我来自河内 大家好 我是小学生 我来自河内 OK 朋友们 非常开心 现在我们这里成立了 越南的 教育和旅游 这个办公室 这边我们会 集中精力做 越南的教育开发 同时我们也有一部分 旅行业务 针对旅行的部分 就比较多一些 特别是 现在我们这里 越来越多的中文的服务人员 那我们制定的旅行产品 就比较多样丰富了 那我们以河内为中心 辐射河内周边的地区 比如说在河内 那我们会有一日游 两日游 还有半日游服务 有的朋友可能是 傍晚的飞机 或者是下午的飞机 那想要在商务考察之余呢 用半天时间 去转转看一看 了解一下 那我们有半日游服务 那环境湖 越南的河内的监狱 那还有呢 36街 那做三人车体验 那如果是两日游呢 我们就比较全面的了解了河内 河内呢文庙国子健 那还有呢 西湖镇国寺 那这些是大家比较喜欢去的 有名的热点地区 那我们还有越南的大剧院 它有越南国服奥带水上表演 那 嗯 第一天呢 我们大致是这些主线路 第二天呢 我们去越南的民族博物馆 那去了解下越南的民族结构 越南有54个民族啊 也是可以说民族多样性的国家 那除此之外呢 那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看 越南的军事博物馆 那里面有越战时期 包括呢 美越战争 法越战争时期的 缴获的一些 各种装备和武器 那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呢 就是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 那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在环境湖边上 那参观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 可以从古到今 了解越南的全面历史 那可以让您对越南的认知 有一个新的 要不一样的体验 那这是两日游的部分 那后期我们还有开发 那三日游四日游 包括多日游的地区 那以河内为中心 除了河内之外呢 我们还有周边的宁平 如果您喜欢田园风光 那最好呢 是去宁平走一走转一转 因为宁平这个地方呢 是离河内大约100公里的地方 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小镇 那在小镇呢 有旅游的田野 那很多西欧的客人呢 包括美洲客人 他们比较喜欢去骑自行车 然后体验这种山间的田园风光 做做烧烤 那还可以体验一下长安游船 长安游船呢 大概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它有两种选择 可以上岛 岛上有神仙谷 体验一下越南古代的那种风光 包括古代建筑 那这是三日的 那我们会多加一个宁平 那如果四日或五日的 我们就会有河内周边 那特别是东北方的海房 那海房的话 我们可以去那里吃海鲜 对吗 嗯 还有呢 我们有夏龙湾 那夏龙湾是一个越南的非常热门的风景名声 夏龙湾是世界级的旅游景区 每年呢 有成千上万的外国人呢 去参观 那夏龙湾也是可以说 越南非常受外国人欢迎的一个风景名声 那从河内开车过去呢 大约三个小时 那如果您有更多时间 那有一周的旅行计划 最好呢 加上Saba Saba呢 是越南非常棒的一个高山风景名声区 那主要以提田旅行为主 那那边呢 有各式各样的提田 还有13个少数民族村寨 那体验一下越南非常有特色的 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化 那也是有大教堂 定期呢 还有各种的市场 那在越南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风俗呢 就是抢新娘 是吗 对啊 这个在Saba的话 它会有不同的市场 嗯 根据这个少数民族的风俗嘛 它会每年有有固定的月份 那有时候是四月份 有时候五月份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哦 对 在Saba呢 它会是周六还是周天 它会有一个特定的节假日 然后呢 女生呢走在外面很很危险 那被拉上 被被被拉上这个摩托车就带回家了 因为我有亲自看到过啊 哎 我们我们一行人大概在Saba的这个街上走 在转 哎看到 几个人拉拉扯扯 女生又在那里哭 哎我就问他 我说哎哭什么 他说要要被拉去做新娘啊 他是这样封锁我就问 哎那如果是我不同意怎么办呢 他说不管同不同意只要被人拉拉走 就要在那里三天 如果是三天之后呢 你还是不愿意和他在一起 那他就放你回来了 其实好像他们两家 两边都是已经约好了 然后就有那个社场 爱情市场 约好之后才拉的 对好像就约好了 嗯 不是随便就 不是随便拉的 对不是随便拉他老婆 哦我是看到他们 但是有以前的话是这样哦 就是说只要是他那个民族的人都可以拉 外边的人不可以拉 比如是金族的话 金族 不能结婚 不能和那个民族 因为你们金族人太多了 所以他们不太适合这个 你知道吗 那个欢迎 你也知道是吗 Saba去过了没 Saba去过了 是吗 是不是 嗯 感觉怎么样 感觉 有点黄 就是 有点黄 有点黄 有点荒凉是吗 对 那地方其实有体验这种宁静的山区 少数民族山区的自然风光 还是比较喜欢河内 对河内的话 就体验一下古街文化 了解他越南的少数民族文化 包括这个东南亚风情嘛 然后带上我们的国服 那这是我们的旅游产品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呢 有英文比较好的 郁庆 那还有英文比较好的 莉莉 那中文比较好的 垂云 还有方英 那另外我们还有 两个这个比较好的中文人员 那今天呢 有事情要过来啊 那我们这里呢 给大家提供专业的定制线路 那 有各种行业 各种线路 各种时间段的 有高中低档 就 根据大家的这个 预愿呢 还有大家的就是说 需求来定制给大家 就一日 两日 三日 五日 还有七日的等等 那我们这里的联系方式呢 在我们的 YouTube的链接部分呢 有微信 有这个台湾的LAN 但是他电话是越南的国号 大家记得加上越南的国号 0084 因为他号码是比较像这个台湾的号码 但是古 它是越南的号码了 好了朋友们 那简单的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了朋友们 我们在越南等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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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